八点自热报疫苗赶赶打系列专题 昨天的报道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过了 辉瑞、阿斯利康和科兴疫苗各自的禁忌症 让特殊体制的人士在正式接种以前 可以先有个初步认识来提早做好心理准备 那虽然说在疫苗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国的接种计划并不允许我们去选择疫苗的牌子 比如说你被分套的是要接种科兴疫苗 那就要接种科兴疫苗 你被分配到辉瑞疫苗就要打辉瑞疫苗 但相信很多还没有接种的民众或多或少 还是会对这三款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和实际效用感到好奇 而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过度担心副作用 或者说担心打了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登记接种疫苗 一直在迟疑 为了解开一些人对疫苗的各种名思 8点自热报就采访了不同年龄层 接种不同品牌疫苗的民众 让他们来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是韩苏婷我今年26岁我打的是阿斯利康阿斯利康的疫苗 在隔天睡醒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觉得要发烧的症状 然后就越来越严重了 全身的骨头是痠痛 我是杰西卡亭 所以我已经打了新疗病毒两个症状的 当我打了第一个礼拜之后我的症状有点乱 就是包括我会起很多暗藏在我的头 我的脸都会有气 第二个症状我打了之后呢我会觉得很匀 然后会感觉到想要吐的感觉 同样是新冠疫苗 但为什么注射之后副作用完全不同 那如果出现明显的副作用是因为身体重在产生抗体 那没有任何副作用难道就意味着疫苗无效吗 两位医生在接受八点四日报的采访时 一致驳斥了这种说法 我们常常问对方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反应 有这个反应非常好 就表示说你身体在开始产生这个抗体 有些人打了疫苗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每个人的个体都不太一样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就是本身产生一些比较强的反应 那它不代表说强硬高的话 你的抗体就越多 没有这样的研究报告 老人家的这个副作用呢 通常没有那么明显 极大可能性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 是比年轻的人比较弱一点点 那疫苗的生产力又是否跟种族基因有直接的关系呢 比如说科兴疫苗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就比较适合亚洲人种 而辉瑞疫苗是美国研发的 难道就比较适合白种人吗 对此马大儿童重症专科顾问医生兼主任 严正胜指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迷思 这个也是一个迷思来的 辉瑞疫苗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做出来 是因为当初在武汉的时候 当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把整个基因的讯息跟全市人分享 辉瑞疫苗是根据武汉那个时候 所分享的基因来制造出来的 所以它也不是纯粹是在美国那边 原料都是那边生产出来 病毒不会种族警示 疫苗也一样 严正胜强调 目前市面上所能看见的疫苗 都是根据新冠病毒的资讯来制造的 因此无论是美国疫苗还是中国疫苗 都适合全人类接种 那接种了疫苗 是否就意味着 你完全不会感染新冠肺炎了呢 双卫医疗中心医疗院长 萧未全职严 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 因为疫苗不是万里丹 而接种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削弱病毒的传播能力与速度 以减低人类的患病风险 假设你施打的任何一种疫苗 很不幸的 你真的感染了冠状病毒 几乎可以让你免于被插管 被送到ICU去 影响到你的器官之类的一些反应 表示说变成重症的机会 远远大大的降低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俗话说防范于未然 虽然打了疫苗无法练成金刚参 但至少多了一把防备伞 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例如眼前这对百岁夫妻 就用年纪正名 打疫苗没有什么好怕的 虽然我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两位医生因此再三呼吁民众 如果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 就别再犹豫了 因为唯有全民都尽一臂之力 这场噩梦才有可能结束 其实我们死亡人数已经加倍了 然后数目现在是每天都三千到四千左右 之前我们说我们要以印度为接近 现在印尼那方面说 我们要以马来西亚跟印度做接近 我们的情况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 所以要大家尽早的注射疫苗 除了刚刚提到的新冠疫苗三大迷思 其实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迷思 那就是很多人会经常误以为 疫苗的有效率越高 就代表说那个疫苗越好 抗体越多 但是马达儿童重症专科顾问医生 兼主任严正胜却指出 虽然辉瑞疫苗宣称它的有效率 高达95%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注射 只有5个人可能会中新冠肺炎 但是这个数字的背后 其实是根据不同环境的实验结果 所推算出来的 打个比方吧 如果辉瑞疫苗的实验地点是在医院 而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环境 就是与病毒待在一起 那假设他们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的话 就算注射了疫苗 还是有可能会感染上新冠肺炎的 所以严医生强调 我们不能够单纯依据这个疫苗的有效率 去判断哪一种疫苗 能够产生更多的抗体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 目前所有备受承认的疫苗 都能够100%的保护我们 免于变成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而他还补充 许多的研究报告也都显示 当你注射了疫苗以后 病毒能够在人类身上存活的时间 就会变短 数量也会跟着变少 因此传染的几率 自然也就会大大降低了 那不过有人可能还是会感到好奇 如今全世界都相继传出了变种病毒 那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究竟还有没有效呢 想知道更多的话 记得继续留守明天8点自热报 疫苗杆杆打系列专题的完结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